爸爸,为什么我们会听见声音呢? 那耳朵是怎样让我们产生听觉呢? 耳窝内的液体是淋发液 如果没有这个漏洞,会造成大量的声波浪费 大家好呀,我是小克 好学的伙伴们,可在下方选择您课堂的语言哦 我们的内容会以中文讲解 但是小伙伴们可透过字幕,了解该课程的内容哟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爸爸,为什么我们会听见声音呢? 因为我们有耳朵呀,所以能听见声音 嗯? 耳朵是人类的听觉器官 有了它,我们才能感受到环境中的各种声音 那耳朵是怎样让我们产生听觉呢? 耳是由外耳 中耳 和内耳 三部分构成 外耳朵 外耳包括耳朵 和外耳道 中耳包括鼓膜 鼓舌 和燕鼓管 内耳 内耳包括半规管 潜艇 和耳朵 内耳包括半规管 和耳朵 耳朵 耳朵收集空气中的声波 声波进入外耳道后 便会撞击鼓膜 使鼓膜产生振动 耳鼓膜的振动会带动位于鼓室内的听小鼓振动 听小鼓把声音放大后 再传入内耳 耳窝的外形像一个蜗牛壳 里面充满了液体和听觉感受起 爸爸,那耳窝内的液体是什么呢? 耳窝内的液体是淋巴液 耳窝内的淋巴液也会产生振动 听觉感受器便把这一信息 沿听神经传到脑部 形成听觉 为什么耳阔的形状像个漏斗呢? 漏斗形状的耳阔 能帮助引导声波传入耳内 如果没有这个漏斗 会造成大量的声波浪费 使人难以听到声音 爸爸,为什么我能听到我咀嚼饼干的声音呢? 声音传入到内耳 分类有气传导和鼓传导两条路径 当你和爸爸一起吃很脆的饼干时 可以听到自己很响的咀嚼声 但旁边的爸爸咀嚼饼干的声音却很轻 这是因为爸爸听见的咀嚼声 是通过空气传入耳内 而你自己的咀嚼声 是通过颅骨直接传入耳内的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所以小朋友们都明白了吗? 耳朵是人类的听觉 器官 有了它 我们才能听到 环境中的各种声音 耳是由外耳 中耳和内耳三部分构成 外耳包括耳阔和外耳道 中耳包括骨膜 骨饰和燕骨馆 内耳包括半规馆 前庭和耳窝 不同的部分都有不同的功能 那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遍吧 耳阔收集空气中的声波 声波进入外耳道后便会撞击骨膜 使骨膜产生振动 耳鼓膜的振动会带动 位于骨室内的听小鼓振动 听小鼓把声音放大后 再传入内耳 耳窝的外形 像一个蜗牛壳 里面充满了液体和听觉感受器 这就是耳的构造 好学的小朋友们 记得关注我 和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学习更多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